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请合掌 南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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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好 大家请放杂 各位大德晚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很高兴又到我们一起研习 善导大师观金释帖书的时间 那我们也做了一些补充资料 这个是阮桂朗老师 他之前这样说 特别问我们挑出来的内容 莫学觉那里面的内容 已经非常丰富了 所以在家一定会讲不完 所以大概这样已经很充分了 所以我们就以这个这样来说明 那上一次我们讲真身观 就是观想这个佛身 已经讲了一部分 那我们简单再复习一下 我们看这个经文 一开头 佛告阿难及韦提西 慈想成语 就前面相 官那个相官 已经想完 已经成功之后 此当更官 无量受佛 身相光明 这里就真身观了 那阿难当之 无量受佛 身如百千万亿 夜谋天 炎福坦金色 就是他的佛身非常 非常这个大 非常巨大 而且颜色是 炎福坦金色 非常俗色 那身高非常高 有六十万亿 那由他恒河沙游旋 那么高 那接下来 他眉间 两眉中间那个白蚝 右旋婉转 很大像五座须弥山那么大 那佛的眼睛像四大海水 而且非常清楚 清白分明 那身上各个毛孔 都演出光明 也是这光明 也像虚弥山那么大 彼佛圆光 通常就讲这个头的 后面 那个圆光 如百亿三千大千世界 而且预言宫中 有百万亿 那由他恒河沙的画佛 而且每个画佛 也有无数 画菩萨以为侍者 所以这圆光里面 像有些佛像在画的时候 他后面那个就会有 画很多佛像 那这无量寿佛呢 他有八万四千像 我们通常都讲三十二像 八十种随形好 那这个真身的话有八万四千像 而且每一像里面各有八万四千随形好 而且每一像中还有八万四千光明 每一个光明都会骗照十方世界 念佛的众生 摄取不熟 所以他始终在那里 也可以讲说他既然照片所有的这个法界 那表示这个光也在我们旁边 我们都在他照的范围里面 只是我们自己有没有感受到 那这个就要靠我们念佛的功夫 把这个祸弄得比较少一点 至少降伏下来 那奇光向好即与化佛不可据说 这个太难形容了 但当异想令心眼见 只要做这样的观想 那观想成功之后 你是从第六四的心眼可以看到 不是从那个眼睛 不是直接从这个眼睛 那见此事则即是见十方一切诸佛 从一佛从阿弥陀佛进入 观成的你同样可以见到一切诸佛 以见诸佛故名念佛三昧 通常很多经典在讲到念佛三昧 都会这样连结到 你从一佛进 然后看到所有无量诸佛 大概都会有这样的 一起的说明比较多 也算是念佛三昧的一个特色 做事观则明观一切佛身 你大概可以说 一切是不是指所有的佛 或是说这尊佛的所有细节 都看得非常清楚 这是有两种可能性的解释都可以成立 以观佛身故 因为你对他的身的像 都看得非常清楚之后 进一步你也可以看到佛的心 佛的心最核心的就是大慈悲 他有这个大悲心 以无缘此来设诸众生 我们上礼拜就是讲到这里 讲到说平等大词 上礼拜在解释这个的时候 就说这五段 他说这整个分五段 那十方诸佛 见佛心 这个我们上次都讲过 而且讲到平等大词 他解释这个平等大词 就是要来说明无缘词 这两个应该是一样的 无缘词就是解释为平等大词 他对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 没有差别心 所以认了众生 只要他有这个期望 他也相信有阿弥陀佛 寻求他的一个设受的话 只要诚心够阿弥陀佛都感受得到 没有什么分别心 那我们这礼拜再从 这个无缘词我们再稍微看一下 因为这是很关键的 在佛的一个 等于各种能力功德里面 这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大圣佛法就是慈悲心 以大悲心度化一切众生 不是只有自己了头生死而已 所以这个慈悲 这个项目是非常重要 那这里引的是大制度论 无缘词 就是指说无缘词 因为词我们现在不是有提过 有众生缘词 法缘词 再来就是无缘词 那一般的 我看这个佛学词典里面 在解释这个都大约 有的是解释有三个层次 就是众生缘词 比较像说我们一般人也做得到 我们因为看到这个对象 跟我们比较亲近 我们就会比较容易起慈悲心 比较有关的 如果完全无关你就很难 这是就众生这样的缘 那对我们众生而来 我们是其实很有差别性的 那如果是你已经是小圣 生文言诀 他已经断了我职 他怎么会再去分别 各个众生之间自己的差别 就是跟他自己 因为他没有职责自我 所以你每个人就比较 看你的 你如果处于苦难状态 他到底就救你 他救你是因为法 不是因为你 他不是以众生之间 是以法 因缘法 那你现在确实有受这个难 那我教你什么法 让你能够脱离痛苦 那佛 当然他这样法也是有限制 某些法他比较专长 某些法他就不见得清楚 那不见得每一个众生都很适合这样的法 那如果佛他境界就不一样 他就没有这种众生差别 或法的 说一定要用什么样的法这种差别 没有 他就是完全看众生需要什么 气里气机 所以包含世界法里面都 看什么状态就是用什么状况 最佳状态 所以这样来解释所谓无缘词 那这样的无缘词 我们不是常提无缘大词同体大悲 都是在描述这个诚字 那这样的词无缘词是只有诸佛才有的 那如果稍微放宽一点 说起码要大菩萨才有 比如说诸佛他心 不住在有为无为信中 所谓住无为就是 你一切都要离这个执着 最后是进入涅槃 自我了脱 一直停在那里就是停在无为法里面 那当然大圣是不这样的 大圣是这个也要跳出来 因为最核心是除了我们自己成佛 也要所有人都成佛 自立立他大家一起 所以诸有为是凡夫 诸无为就是只是二圣人而已 所以都要超脱 那同时也不宜止于过去是现在未来等等 知诸源都不是就是实有的不变的 因为都是原生原灭嘛 所以颠倒虚狂固 虚无所缘 他就不会执着在某一个点 佛以众生不知是诸法实相 因为一般众生 佛了解说我们众生都是这样 因为就是不想要了解这个真理 所以一直在武道里面 来来往往 那因为我们执着 看到什么就喜欢就讨厌 有分别取舍这样 所以佛要度化我们 就是以诸佛实相的智慧 令众生得知 世民无缘 当然这样的得知 是不是说交给众生 你了解具有实相智慧 然后自己解决的问题 是这样 这是一种讲法 或是说佛本身就是完全了解诸法实相 所以他救度你的时候 你就真的可以得到实际利益 不是有时候我们智慧不够 我们想帮助别人 反而对他而言产生副作用 他反而有不好的结果 那就违背我们的本意 这不是说我们出外性不好 而是说我们没有智慧 没有把这事情办好 那佛应该没有这样的问题 他只要是一出手 就是正确的 想度救他的 就救了真的如实产生效果 那戒度法师的这个正观记里面 就解释这个说 食不起心圆他众生 就没有执着心分别众生 而诸众生与我此体无二无别 所以他是任运相关 所以他不是用攀缘心 他是自然显现 有众生有这个虚足 他感受到 等于说 你敢他硬 你不敢他就不会去硬 所以有这个关系 那这里 普通最要有举了这个涅槃经 涅槃经这里举了八个状况 以前记载跟释迦摩尔河有关的这个八个状况 我们待会后面文字会印这个图戈窗 这个案例来说明 那这里主要是说 这八个状况 他最后的意义会结归说 他之所以可以把罪相扶住 让他罪相不会伤害他 扶这个罪相 都是因为他修这个 释迦摩尔河有佛修慈的善根力 所以能够见如世事 能够降辅罪相 大概是这样 辅罪相我们都知道 就是提伯达多威嘛 对不对 他蛊惑这个教授 这个阿瑟士王 说你当新王我当新佛有没有 其中一个环节就是 放那个 把相灌罪 那去冲 冲撞过去看能不能把佛 解决掉 那这经典描述很精彩 因为我们时间关系 我们只是很简要提一下 那这个相冲过来的时候 佛就生这五指 五指 五个指头都各出一只狮子 所以五头狮子跑出来 狮子跑出来 大象看到五头狮子在前面 吓得都跪下来 就降辅他了 那这个就是在描述说 当时佛就是入这个慈 慈悲这个慈的定 你入定 入定状态 他以慈悲心 希望这个大象不要犯这个错误 因为杀佛就是杀众生杀生嘛 我希望你不要犯这个人 他就稳下来 你知道 那他后面讲说 实际上他的手并没有出狮子啊 但他入定状态确实有这个 出狮子的现象让大象感受到 所以降辅了 所以降辅了 是有这样的关系 那这每一项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 包括说 他第二个降立士 他 施加弗里口最后不是要涅槃前去 那个居士纳 居士纳城那边嘛 那路边就碰到那个五百立士 很壮的这个立士 路中间有一颗大石头 他们可能五百立士都推不动 那他就显了一个神通 用脚趾头 就把那石头这样弹起来 再什么 捏碎 碎成粉末 再把它合起来 又挥成一个石头 多厉害 那他后面 因为这样五百立士都降辅了 那他就对他们说法 所以他们也都发了菩提心 大体上是类似这样 但这个并不是真正 释迦摩有做这样的实际的行为动作 他是入定状态 显现这个让对方降服 所以他更前面是在描述说 所谓这个菩萨在修这个痴心的时候 他真的是有效果的 会让众生得利益 如果他修了词的这种定 不会让众生得利益 那修有什么用 没有用处 所以他就用这几个来 来这个当例子 包括第三个是去画外道的这个 一个儒字是一位长者 外道的长者 故事我们不细讲 那大家有兴趣可以直接查这个能源经 他这个整个一大段都在同一个地方 很容易看到 那杜尼人 这个是当时有一位女众她儿子死掉了 所以她非常伤心 那看到佛的时候 佛就有点让对方觉得说 佛就是她的儿子 心里就比较舒坦一点 然后再跟她讲法 有这样的过程 那第五我们大概会谈 那第六个是谋调打 就谋打有一次啊 吃东西 吃得肚子痛头痛这样 那后来佛就去跟她摸摸 摸摸头摸摸这个肚子啊 那给她喝这个汤药啊 那就慢慢就好了 但其实她没有真正过去啊 但是这个调打是感受到这样 她实际感受到有这个效用 但佛的时候她没有真正过去 那旧群贼就是有一群这个 算是盗贼吧 那被国王抓了之后啊 都把眼睛弄瞎了等等 那他们就很后悔啊 很忏悔就求佛 南谋佛陀南谋佛 希望佛来度他们 那佛就用一阵风这样吹过去 就慢慢慢慢这个 所有的这个药 药香都飘到那里 把他们治好 那她实际上也没过去了 一世女 这个是讲 在刘里太子有没有去 跟释迦族有一些过节嘛 那她最后要灭这个释迦族 那连带了把一万两千个释迦族的女众啊 都抓来 割手割脚把她堆在坑里面啊 就是弄得很惨啊 那佛也是用水这样 就视线那水过去 把他们涂药啊等等这样弄好了 再跟他们讲法 大概都是类似这样的 所以她是用这些来提说 佛在修这些钉 修钉她真的有她的功效 不是纯粹只是坐在那里好像没事 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个图戈窗这个案例 她说当时 金里面有提到 这个应该比较像是一个 稍微简要一点的说明 因为金云她可能已经有 有些细节把它稍微省略 这个就指涅槃经 涅槃经有讲这件事情 在普洛奈城有一个优婆语 普洛奈城就是 现在瓦拉纳西那附近 就是佛刚度吴比丘那附近的点 有一个优婆语叫摩赫斯纳达多 他在这个下安居这90天 三个月的时间 请生施药 你是供养生重 也给他们医药种种 刚好有一个比丘 生阴重病 生染重病 很好的医生都来诊断他之后 发觉说 这样的病需要肉药 要有肉摻在 在药里面当药饮 这样才会好 所以这个优婆语就 循至取刀割起骨肉 割自己的骨肉 嚼大腿上的一个肉 切以为羹 做成羹这样 施病给这个 施病比丘 就是给这个比丘来吃 服已病差 就是病好了 但是这个女人穿苦 你割肉 割肉当然可能有包扎 有看医生或什么 但是有时候不见得好得起来 如果感染或什么 所以为这个所痛苦 所以发生 称佛 一直求 南无佛陀 南无佛陀 这样来 这个我就是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当时在社会国 这是破罗奈城 就渡吾比丘的地方 社会国在这个的 大概西北边 还很远的地方 这两个点是离很远 波罗奈城跟社会国 是离很远的 他在社会国 是听到这个 幽婆尼的声音 于是女人 对于 侍女人 就对于这个女人 就起了大悲心 那侍女寻见 我持良药 吐起床杀 那个 幽婆尼 真的看到我持良药 帮她吐 吐在上面 慢慢都好了 繁复如本 那这一段 那这一段 就直接从大 涅槃君相关那一段 把她最后 就讲完这个 案例的最尾巴 她说 释迦牟尼说 我于尔时 时不枉至 波罗奈城 她没有去 她在社会国 那 池要图 是 波罗 云婆尼窗 善男子 当之皆是 慈 善根利 也就是修这个 慈的一个定 善根利 令比女人 賤如此是 是因为我修定 的力量 让她 从那么远的地方 真的感受到 有去帮她涂藥 那这个当然 以现在来看就是显神通 我们一般也是做不到的 所以以这样来表达说 佛 她真的是无原词 只要认了地方 有这个 在喊她的名字 有期望她救度 有那么澄清 她感受得到 就会去救度 佛这样 观音跟世智 应该也是类似 大菩萨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她的境界 这是我们补充这个 无原词这一段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看第九段 做此观则 舍生他事 生诸佛前 得无生人 就说做此观 就以上那些 这种种的一个 观想 佛的真身 如果都做得很正确 功夫到了 舍生他事 就临终之后 下一声就是 你可以临终之后 就往生到诸佛前 其实有时候 诸佛 或者说生诸佛前 这个中文字是 都可以解释 只要当时翻译的时候 他也许 诸佛是 复数的角度来翻 那 我们说 生诸 也可以说 知语 生知语 这尊佛的前面 中文也通 只是原理我觉得 应该比较像是 所有佛 很多佛的前面 看你想去哪里 你就会去哪里 照你的意愿 那只要能够生在佛的前面 那你就很容易得到无生人 因为你这个圆太好了 受佛亲自教的话 很快就得到这个无生人 等于是在修法上的 很高的那种 那种智慧的境界 那这里 萨尔大师写说 这一段就是说明 舍生他事之后 能够得生彼义 什么义呢 得生之后的比义 如果从这里好像觉得说 是不是得无生人 这是一种可能性 那如果就后面的文章来看 他反而比较像在讲这个 这个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看 我们先把无生人解释下来 比较顺 刚刚讲说生诸佛前的话 可以得无生人 得无生人 他就说 见一切 十方一切诸佛 亦得随顺 通生诸佛国 因为经文本来就一直 有这样的一个描述 前面有提到 你看 观想阿弥陀佛 就可以进一步见到十方诸佛 所以 这里写为生诸佛前 生诸佛的前面 那弥陀本院也有提到 就无量寿经 也提说 于一念情 遍至十方世界 供养诸佛 等同生诸佛 这样也可以算 那经文的后面 夏云 本经提名为 净楚业障 生诸佛门 等于说观经本来也有这样的名称 在一百三十月也有这个 就这一步经 观经也可以称为 净楚业障 生诸佛前经 只是说我们 总标题没有引用这个 但意思是涵盖的 故知业障除后 就能够随愿往生 又诸佛体同 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故生阿弥陀佛国 即是生诸佛果 以佛佛体同这样来解释 那既然生诸佛前 那可以得到无生忍 那无生忍是什么意思呢 也可以叫做无生法忍 这两个是同义词 无生忍或无生法忍 有时候如果我们只讲说 人有生忍跟法忍 对终生的人跟法忍 如果你只讲两个的话 那法忍 这无生法忍就可以含在法忍里面 你法忍可以分细节 就是有什么法什么 因为法是除了人以外 就除了众生以外 众生忍生忍 除了这个以外都是法 所以所有都可以当法忍 所以法忍的范围很广 你可以说 很热 热的受不了 但是你还是忍耐 这也是法忍 忍那个热 或者说你心里一直起贪念 你压得住 这也是用忍耐 忍住你心里内心的 这都是法忍的一环 所以忍有时候是说 对我们不要的 要排除的 那我忍住不要受它的影响 但是另外一种忍是说 我对于要的 就对于这种真理 佛的道理 我觉得说 这样听闻佛法 施良修正之后 认为这个法是对的 那忍可在心中 对就是这样的法 忍在心中 忍可 这样就是也算法忍的一环 所以如果你只讲僧忍法忍 法忍是很广 所以我们通常法忍 如果想讲最高那个层次 都会用无生法忍 就法忍里面的其中一个 那如果你分成三个以后 生忍法忍 无生法忍 这样就把它拉开来了 那个法忍变得比较狭义了 所以我们现在主要在谈的是 无生法忍 就所谓了达诸法 本来无生 亦无有灭 那对这个道理啊 地审人可 而忘念不起 我想最熟悉的就是说 所谓缘起信空 这个语句很简单 但是它就是最核心的基础 就是佛教的道理 一切都是因缘所成的 那缘如果不具备之后 它这个现象就会散掉了 所以它不会永久存在 如果有一个状况是 它是永久存在 那它就跟因缘没有关系了 它一直在嘛 但是你找不到这个东西 维会一直在 最后推达出来 就只有真如本性是一直在的 所有其他的都是因缘变化的 所以说你最后能不能掌握住说 那个信空 信空 或者说你换个名字 用佛信真如什么都可以 你要用正面的看或负面 就反面的来看 但基本上都指那种 不生不灭的 那个真如离体 这个层面 那你真的觉得 这个是最核心的真理 地审人可 那这样你妄念就不起 因为你所有的妄念 都是因缘产生的嘛 那你如果看得清楚 你说我现在执着那个是因为起贪心 这贪心是不永久的 你贪过头反而是一种痛苦 你如果对这个离 因缘的生灭法很清楚之后 你仁可在那个不生不灭的 当这个你的基础的时候 你就比较不会受这个妄念的干渣 所以安住于无生无灭这样的离 心不动 不会受这些影响 就是所谓达到无生法忍这样的境界 制度论说 无生忍者 无生忍法 这个有没有 无生忍法或是无生法忍 这个不是很确定 应该是就讲无生法忍这件事情 于无生灭诸法实相中 信受通达 无碍不退 是名无生忍 所以通常讲到无生忍都会 也会连结到不退转 这个概念 你一旦正到无生忍这种理解 这种程度的时候 你就不会再退回 这个 这个 往下退了 这样的状况 离疾不起 就不会再起这些妄念 称曰无生 那我们的慧安在词礼 慧也是我们心的一个状态之一 就是心锁 信静 就是那个欲圣节念定慧 这是一个心锁的 就是一种简别的一个心锁 所以这个慧 你如果能够安住在这个礼上 就叫做无生忍 那达达无生忍 其实是一般的这个经论里面 都提到它是很高境界 像龙树菩萨说 初地以上才得到无生忍 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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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进入 地上了 出地以上了 那如果依仁丸经 或是第一经 这可能是实地经论 或是什么 这个看起来不是很肯定 但仁丸经 一经这么讲 无生法仁是在七八九地 因为他仁分五个 五种仁 福仁 信仁 顺仁 最后还有一个几面仁 所以无生仁 在第四個 所以它搭配在七八九地 所以有一些經典 與其為式的經典會提說 無聲忍就是到第八地 七地完 進入第八地 所謂不動地 這個才會得到無聲法忍 所以不同經典 不同論點 是講無聲法忍 跟位階的搭配不是很一樣 天台中 智者大師在觀金書裡面 他是把它搭配為出地跟出住 如果是別教 出地就跟上面一樣 就別教 出地才會得到無聲忍的境界 如果原教再出住就得到了 所以不同的根氣的眾生是不同的 另外有時候我們也會看到 我們淨土本身的經典就會提到 像《無量壽經》 這裡是隱晦疾本 他說 若有眾生 堵菩提術 聞聲嗅香 藏其果味 觸其光陰 念術的功德 皆得六根清淨 等於是元老鼻舌生意都跟極樂世界的六成有關 所以就六根清澈 無諸腦患 所以助不對轉 自成佛道 所以去到那邊都是一聲不觸 父 由見筆述故 獲三種忍 他會提到 音祥忍 柔聖忍 無聲法忍 所以最後一個也是提無聲法忍 那音祥忍 有的會把它解釋為 譬如說 文詩修 這樣去搭配解釋也有 因為音祥忍 就聽嘛 很容易跟聽文佛法把它連結 那柔順 你去思考他 越思維 越能夠認可他這個意理 所以跟詩有關 那無聲法忍一定要修到一個程度才會達到 那我們本身觀經裡面也有提到 像上上坪一往生 馬上文法就開悟 悟得無聲法忍 那上中坪經過一小節比較久一點 上下坪要三小節 下上坪要十小節 大體上都是以出地為無聲法忍 或無聲法忍這樣來解釋 就目前觀經 這是無聲法忍的解釋 我們再回頭再連結一下 生諸佛險會得到無聲法忍 那這裡 善老大師特別覺得說 捨生他事的話 得生彼義 那這可以怎麼解釋 當然也可以說 得到無聲法忍這個好處 這是一個解釋方法 那也可以繼續往下連結說 應該就提到這裡 就是得到無聲法忍 我想他後面 因為下午在準備的時候 他是更後面的經文 才會有兩種利益的 我們這裡就停在這裡 就是說 你只要生諸佛險 就可以得到無聲法忍 這就是他的利益 所以了解這個利益之後 事故智者就是指說 我們已經清除這個法門的 也願意照這樣來觀想 來羞恥的 這樣的有智慧的人 我們羞恥這些人 事故智者就應當要細心 遞觀無量受佛 要這樣像經典這樣講 認真來很仔細的 來觀想無量受佛 那觀無量受佛則 從一向好入 因為看起來前面描述很多 他就說 你一開口要觀的話 從一個向好入 效率比較高 只要淡觀每一間擺好 只要觀想每一間擺好 先觀擺好 即令明了 讓他觀得非常清楚 你能見每一間擺好向者 八萬四千向好 自然當現 自然當現 你觀了擺好向很清楚之後 其他種種的八萬四千向好 都變得很清楚 一旦你見 看清楚這個無量受佛 這尊佛 你就同時會 能夠進一步看到 十方無量諸佛 那得見無量諸佛故 諸佛就現前受寄 你 等於說你已經達到這個境界 你有辦法 跟其他 諸佛都結到這個圓了 你在他們的旁邊 表示程度已經夠了 諸佛就跟你說一說 你以後什麼時候就會成佛 這一整段呢 就是從明 決欠 修官的利益 等於前面的觀想 因為一個一個這樣講下來講很清楚 那這裡只是說 你重要的 先從觀擺好開始 然後後面都講利益 等於說 你觀了擺好其他項目都出來 觀一尊佛 十方佛也都出來 那看到是佛 大家都跟你受寄 所以這個都是好處 他這裡解釋比較像這樣 所以他說分五段 第一段說 簡出能修官人 就是所謂智責 稱呼我們修這個法門的人 然後第二段 專心地觀 這些人應該要專心地觀無量受佛 就是應當細心地觀無量受佛 第三段呢 項好眾多 不得總雜而觀 微觀擺好一項 但得見擺好 一切縱向自然而現 你只要看這個擺好 就可以其他都看到 所以就是從一項入 但觀擺好幾令明了等等 然後一直到八萬四千好 自然當現 這第三段 那第四段就說 既見彌陀 即見死放諸佛 其實是跟經文一樣 那既見諸佛第五段 即於定中 得蒙受祭 諸佛前受祭 你看在善導大師他解釋的時候都會 多解釋一點 比如說諸佛現前受祭 他並沒有講定 當然在善導大師就強調說 這是在定中 你會得蒙這個佛的受祭 因為你既然已經 從頭一直關 關到這裡 當然是在入定狀態的觀想 那我們對於這個 微觀擺好 迷陀見實方 佛 這幾個 我們再看一下補充資料 像微觀擺好這件事 不是只有觀經這麼提 前面這個佛說 觀佛三昧海經 也有提到 這是在他的第三 觀像品引出來的 佛告父王說 如來有無量像好 一像中八萬世間 諸小像好 所以有時候我們像跟好 像是大的 好是比較小的 比較大的特徵 跟比較小的特徵 如果像跟好 要這樣分的話 它這裡文字看起來是 像好跟小像好 所以小像好就是好 無量像好就是那個像 如果文字上是這樣對應 這麼多種像好 不吉白好 稍分功德 所以表示白好的功德是最大 是故今日為於來世諸惡眾生 說白好像 大會光明消惡觀法 如是種種百千億種 關諸光明唯妙境界不可惜說 念白好史自然當生 也就是你把這個白好觀很清楚 很多像在光明下都自動會顯現 另外在同樣這部經裡面的 比較後面 觀像瓶就有提到說 這是觀 做事觀者 因為這一段在講像觀 除缺六十億劫的生死之罪 一名見佛 於未來世心祥立故 直欲賢傑千佛世尊 為其和善 這和善就是我們一般講的和善 就是高善的那個善 以前也會用這個字 所以是同樣的 等於是有 你觀像的話 未來世也有機會碰到佛 很多佛來當你的親教師 當你的老師 你於佛法中能夠次第出家 依佛所見佛身相寥寥分明 而且聞佛說法亦此不忘 乃至於到這個新宿節的光明佛所 光明佛這個地方 現前授祭 初心觀像上得如是無量功德 匡父 細念觀佛 眉間百好相 這個是襯托 就是說 觀像已經有上面這麼多 好的無量的功德了 何況 如果是只細念 眉間百好相光的話 這個還更大 功德還更大 另外尹廟中超這裡提說 相有八萬 八萬四千相 都想難成 你知道一個一個想 要想很久 我心事很粗糙 所以你真的要 你說一二三 算八萬還算很久 對 表示這個是不容易 都想 都想是比較難 故令淡觀眉間好相 就像五虛迷一樣 對不對 百好婉轉五虛迷 直觀若成八萬結線 自然 這個八萬四千相都會現出來 所以觀百好是一個重要的要門 很關鍵 很關鍵的門 那尊士就是 宋朝 北宋這個尊士大師 他往生淨土 參願禮裡面 就 用這一段 就 你只要想 只想 就只要 不要這樣想很多 你就直接 直接想阿彌陀佛 葬六金區 坐於花上 在蓮花座上 通常如果照我們 一般看 葬六應該就是 我們一般的兩倍嘛 對不對 如果 我們很直接這樣看說 台詞 台詞 一台詞三十公分 然後八 八 八也太大了 一般可能就是一百八 了不起兩百公分就很高了 大約是這樣 所以在等大約人的 因為一尺有時候是十公分 二十公分 三十公分都有 古時候那個 那個衡量是不是很 很統一 然後我們只是照這樣來看說 葬六身高的這個佛像的話 我們專心觀他每一間擺好那個像 那個豪啊 如果把他拉直 有一丈五尺 幾乎跟身高一樣高 很長 而且這個周 周圍五寸 就是他有一個體積 圓圓的這樣 就是有一點厚度 外有八能 之前我們不是看說石嫩嗎 這裡說有八能 就八角形 而且他是中空的 起好中空 右旋婉轉 就是由看的那邊 看過來是右旋 由觀者的角度 不是從佛樂 講這個左右 觀者的角度 看是右旋的 再美的中間 雲盡明冊不可據說 應該說很透明 很能看起來很透 清澈這樣 顯映金蓮分齊分明 分際分明 就非常清楚 做此詳實 庭心助想 兼顧勿矣 就定在這個地方 另外 等於前面是強調 觀擺好像的這個殊勝處 他們接著來看說 只要見彌陀 見一尊佛就可以 像同時見到十方佛 這也不是只有觀君這麼提 文書施利所說 摩荷波的破蜜金 這個金也這麼提 比如說善男子善女人 欲入一行三昧 什麼叫欲行三昧呢 他怎麼修呢 他說首先 因處空閒 就是你要排除各種干擾 找一個清淨的地方 雜事也都要排開 專心來念佛 舍諸亂意 而且不取相貓 他這個經典比較強調 就是說 你不要觀那些相了 你就細心一佛 只要專稱名字 專稱名字 隨佛方舍 端生正作 如果你念的是西方極樂世界 當然你就望著西方來念 看你念哪一尊佛 這個文書波爾金 他是沒有講明阿彌陀佛 他是講這樣一個方法 那你運用在不同的 這個你要到什麼佛去都隨你 隨你 但是方法就是念佛 專稱名字 能與一佛念念相續 即是念中 能見過去未來現在諸佛 可以看到這個三世諸佛 何以故 因為念一佛功德無量無邊 欲無量諸佛功德無二啊 一樣啊 所以不適於佛法等無差別 皆是誠一如一個真如 誠最正訣 西聚無量功德無量變才 如是入五一行三昧者 盡知恒沙諸佛法界無差別相 也就是說見一佛就見到死方佛 所以這個一行三昧 因為他沒有 他雖然沒有特別講阿彌陀佛 但他有標出這個專稱名號有沒有 專稱名字 所以通常我們在淨土的這個 主詩的這個講解裡面 也常常會引用到這一個文書經 來加強解釋我們念我法門的一個殊勝處 你只要念一佛就可以見到死方佛 其實過去禪宗也常會引用這一個 所以修的方法看起來是一樣 那修常人他心中也可以想著殺阿彌陀佛 所以這個修法就是相同 那戒渡法師解釋說 一佛多佛中一多相及體無二故 佛佛體同 所以你見到一佛體正到這個層次 你既然也同樣可以見到其他佛 那定宗得蒙壽祭 我們剛剛有強調說 經好像只說諸佛現前壽祭 並沒有去特別解釋到 沒有明文講定宗 這裡是引說 像普理之良論或所能言三昧經 這個跟能言經是不一樣的經典 它是比較薄一點 比較都強調在修三昧的境界的狀況 菩薩成熟出世善根 得無聲人不動地 即時蒙佛現前壽祭 這裡看起來是要到很高的境界 你要到無聲人到不動地 不動地一般就是所謂 如果是十地菩薩就是到第八地了 才叫不動地 到這樣你就可以蒙佛現前壽祭 但是在陽仁山居士 這裡他特別寫了這一點 跟我們很有關的 他的遺書裡面 有對這部經的這一點有提到說 此今專為聚輔凡夫 現世得正無聲法人而說 我們一般凡夫 靠這樣的觀想念佛 一樣可以正到無聲法人 所以敵事 就的確確是自圓自盾 很圓滿 那很盾就是很快 當生就可以成就 最圓滿最快速的 無上的法門 從出關入手 一直修到第九關 集蒙諸佛現前壽祭 這是他的殊聖處 這個法門殊聖處 所以其可以勤量 側渡也在 我們不能用凡勤這樣側渡 覺得說不可能 他的法門就是這樣 佛這樣講 經這樣記載下來 只要你從第一關修到第九關 官程就可以得到 未來就可以往生諸佛前 得到無聲法人 所以這個是他的殊聖處 所以第十一段 經文 是為片官 一切色身相 明 第九關 這算是一個總結 總結 那 因為我覺得說 一切色身相 跟他的真身觀 我們上次有稍微點到這個議題 我們再來看一下 袁兆律師 他有對這個 有做這家解釋 自習 就是以往 把這一段 刻為 就刻判 把它 就是這 第九關 一般 列為叫真法身觀 這是智者大師 就是這樣標法 但是我們一般習慣會 比較常看到法身 都法身無相 無法形容 抱身還有八萬四千相 但是法身就無相 那當然化身就比較小 三十二相八十 所以用法身 有時候會覺得 跟習慣用法不太一樣 那法身真的是無相嗎 這個也是一個討論點 那這裡他寫說 精準下劫雲 因為這一段就是在講這個 所以他 視為片官一切 色身相明 第九關 既然經文是這麼講 必因直筆彌陀果佛的色相就是法身 所以他用這樣的連結 否則 經文明明這麼講 那智者大師又把題目標為真法身觀 那表示色相也是法身 對不對 如果兩個都對的話 兩個都有道理的話 你也可以這樣來說明 一切之元 一切 這裡是講這個一切 一切色身下 可以種子所見的諸佛 一切諸佛 或者別在彌陀的諸下 對不對 一切 一切色身 片官一切身 你可以把它當成諸佛的色身 或說 不是喔 是指阿彌陀佛的八萬四千 所有的細九都看得很清楚 這樣叫他的一切 這兩種解釋都可以 在原造律師的一個解釋來看 那這個真身觀 做事觀者 第十二段 我們接下來 做事觀者名為正觀 若他觀者名為邪觀 那這一段就是在變觀的一個邪正之下 其實在每一段都 每一個觀 大體上都有這一句 那 以上其實算是 整個觀文算講解完 那這 這幾句算是一個在 把整個 整個觀 用很簡短的幾句話 再重複摘要一下 師乃真行量元 真身觀 就是現在觀的是佛的真身 真身 所以真行量元 量都很大 你光是這個豪 就豪若 白豪就武散 武散 武散 豪若武散 正想隨機 正想是提到說說說法 說法震動 震動說法 然後隨各種根基來說法 但其實這裡經文好像沒提到 所以這裡有個註解說 傳統記說 金金雖無說法之文 這一關並沒有提到說法 而準大金加世之 用《無量壽經》裡面的文字來提說 泛生油雷震 八音唱妙響 形容這個佛的一個說法的狀態 那佛的光照射所有的眾生 光沾有事 等於光沾染在所有的 有事就是所有的眾生 沾在所有的眾生上 等於普照大眾 那它光照有什麼意義呢 就是要想要 遇死 寒靈 寒靈就指我們有事 就是所有的眾生都能夠歸命 歸頭到這個西方極樂世界 那只要我們住想無疑 就是很專注的去觀想 沒有其他這個 就你說所有的心思都用在這裡 不會跑到其他地方去 沒有任何遺漏了 你不會到處攀緣 那專心在做這個觀想 成佛本宏齊麟彼國 以後一定可以往生 西方極樂世界 所以這是對整個真身觀的一個總結 的一個摘要 那上來說有十二句不同 廣明真身觀禁 就是等於講完真身觀 接下來我們要進一步 就進到這個觀音觀 第十觀 第十觀 我們先把經文念一遍 這整個有分 比較長十五段 分十五段 第十觀 佛告阿難及韋提西 見無量受佛 寥寥分明疑 次亦因觀 觀世因菩薩 此菩薩身長八十萬億 那由他有詢 身子金色 頂有肉祭 相有圓光 面各百千有詢 其圓光中 有五百化佛 如釋迦摩尼 一化佛有五百化菩薩 無量諸天 以為四者 舉身光中 五道眾生 一切色相 皆於中線 同 Time 緘怪我們 有三世界 origami 大ος 至少 廟風 而有幾毫 如十五 許多 真美 眉间豪像被七宝色 流出八万四千种光明 一一光明有无量无数百千画佛 一一画佛无数画菩萨已为适者 变现自在满十方世界 必如红莲花色 有八十亿微妙光明已为阴落 其阴落中普现一切诸庄严室 首长坐五百亿杂莲花色 首十指端 一一指端有八万四千画 犹如印文 一一画有八万四千色 一一色有八万四千光 其光柔软普照一切 以此保守皆引众生 举足时 足下有千幅伦相 自然化成五百亿光明台 下足时 有金刚魔尼花 不善一切 莫不弥满 其余身相 众豪聚足 如佛无意 为顶上肉计 即无见顶相 不及世尊 是为观 观世音菩萨 真实色身相 明第十观 佛教阿难 若欲观 观世音菩萨者 当作世观 作世观者 不欲诸祸 尽除业障 除 无数 无数节生死之罪 如此菩萨 但伦其名 或无量福 何况地观 若欲观 观世音菩萨则 先观顶上肉计 次观天观 其与众相 亦次地观之 悉令明了 如观掌中 作世观者 名为正观 若他观者 名为邪观 以上分十五段 我们先大致来看一下 佛告诉阿难跟韦提希 前面上一观 已经把无量受佛 观得非常清楚了 寥寥分明 观了之后 接着次亦因观 观世音菩萨 现在就要观观世音菩萨 这个菩萨身长有八十万亿 那由他游巡 如果这个跟前面比起来的话 佛的那地方有 那由他横河沙游巡 少了一个横河沙 但是佛那里是六十万亿 这也是八十万亿 这里后面会再解释 这有时候经文的这个 你说翻译或是传操过程 到底有没有漏字或弄错 总之一定是佛比较高 菩萨要小一点 总原则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看到经文里面 让你读起来感觉说佛比较巧 菩萨比较大 可能这个文字也许有一些出入 重点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我们现在 就用我们现在的版本 因为我们菩萨的地方 没有横河沙 虽然我们八十是比刚刚那个佛 是六十 比他好像多二十 但是我们少一个横河沙就差很多了 所以这里 这两个就没有矛盾 那生这个颜色跟佛是不一样 佛是 那个什么 颜富坛金色 生 但是在 这个观音是紫金色 这个是有点不太一样 那顶有肉继有圆光 面各百千有寻 光中的这个 一样有画 有释迦摩尼佛 画佛 画菩萨 不过都比较少 跟佛比起来比较少一点 那举身光中 五道众生都在中线 这是比较特别 这三尊里面 西方三圣里面 好像只有 观音菩萨有特别讲这个 他的光有限我们五道众生 这里经文学五道不是六道 但是画土人有时候画六道 因为他也许习惯以六道众生 那顶上 摩尼佛 比较柏尼佛 当为他的天官 那观中有一个画佛 这个也是 最特别的一个差别 就是观音我们都认这个 不管他怎么画 只要他有一个画佛在那里 至少我们说 这个应该是观音 因为很多人画观音 样态非常多种 那他面就颜佛兰金是 这个跟佛的身色是一样 只有脸的颜色跟佛一样 身体是颜色不同 每一间好像 他一样会流出八万四千种光明 每一种光明都会画佛等等 也是有四者 那么他的背 这里特别讲一个背熟 背如红莲花色 那后面会解释说 这个有的版本 这个背字 会打成那个辟语的辟字 那这样解释就不太一样 解释法就不太一样 就以前流传版本是有不一样的版本 如果你用辟语的辟来讲 辟如红莲花色 那就比较像在描述这整个状况 上面是什么 如果你把它描述为是臂 手臂 那就像往下讲 手臂还有装阴落等等 装饰 所以你看手臂是红莲花色 所以这会有不同的解释法 但是我想都通 看你的版本是什么 有阴落 这个阴落是用微妙光明把它装饰出来的 你现在的描述就是打灯造成的效果 他的打灯也打得很特别 其实古时候是很难想象 但是现在真的是很容易想象 对不对 现在我们看到处很多表演都是 这个灯打上去 空中就现很多景象 非常特别的景象 有时候就觉得 怎么这么厉害 他可以呈现那么 很具体很立体的 很生动的这样 但是他都靠打光上去 他也没有一个萤幕 就在空中 就觉得有时候 你现在一般人其实很难失忆 他是怎么做出来这个现象 这个效果 这个就有点像说 有八十一唯妙光明 很以为阴落 是光明当他的阴落 也是很殊胜很庄严 手掌特别描述他的手掌 前面没有很特别描述 对佛 在这里手掌有五百亿的杂莲花色 而且每一个纸端 每一个纸端都有这个像画一样 这纸纹 纸纹像八万四千画 有如印文 每一个画都有八万四千色 每一个色都有八万四千光 这跟描述佛那个八万四千像 每一个像都有八万四千好 每一个好有八万四千光明 这语法是一样的 这个是画 色 光 这三个成字 都是八万四千要成三次 所以也是非常 非常丰富的一个异象 那这个光都很柔软 普照一切 就用这样的保守来接引众生 所以你看如果有观音菩萨来 手来接我们 多珍贵这样的手 近不然描述脚 举足的时候 足下你会看到他有千幅伦像 而且自然化成五百亿光明台 这是抬起来的时候 一踩下去 马上下面就有金刚魔梨花 不善一切 莫不弥满 一踩下去 脚下就有花 那其余生相 没描述到的这些 众好具足 跟佛没有差别 等下有差别 他前面这样都讲了 描述不到的就说 跟佛都几乎很像 如果佛语有他也有 那只有两个特别要强调 就是说 为顶上的肉绩跟无见顶上 这个是不及世尊的 世尊的无见顶像是 就是你境界再高 你就是看不到那个顶在哪里 所以 在经文里面也就 都有这样的典故 就说 像 目见人不是神通很高 那他就想说 无见顶像 我显成了 我就知道看到你的头顶在哪里 所以他就显成说 一直追追追 那佛也是跟着高 所以他怎么追都追不到 都看不到 没办法 故事很长 只说大约是这样 因为同样的故事也有描述说 佛那个说法 是 一因说法 随雷得解 而且很远你也听得到 所以一样是 目见人也说 我就不信 他也是显成都想说 跑多远 跑到什么地方都还是听到 他这个类似 然后去到另外那个国家 那个佛图那地方 那个佛就 怎么一只小小东西在碗旁边 他说你不要小看他 这是目见人 他要变大就变大 相对来讲好像 我们索柏世界去了 众生很小 形象很小 所以这个是 用那个故事 不算故事 就经典记载的这样一个案例 来描述说 这无见顶像是 没有任何菩萨能比得上世尊 这样的观想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真实色身像 你看他也是用色身 而且是真实 真实色身像 所以要观世音菩萨就是要做这样的观想 那做了这个观想之后 可以获得这个好处 就不欲诸祸禁除业障 除无量劫生死之罪 不欲诸祸就是等于 我们这一生就得到这个好处 那禁除业障等于说 业障 过去生的业障清除掉 未来能够往生散道 或是往生西方 所以有现在跟未来 这两种利益 那其他经验也都提到说 但文其名就可以获无量罪了 你光是听到观世音菩萨这个名称 你就可以获无量福 那你如果能进一步地观 观想出他的形象的话 那当然功德更大 可以禁除业障 那要观这个观世音菩萨 顺序就是先从顶上肉绩开始 先观肉绩 那看上面带的这个天观 这样一次地一直观下来 如观掌中 你说就像观掌中的东西 的一个阿摩罗国什么 就是你看得很清楚 细节看得很清楚 就是以上就要做这样的观想 那我们就逐段来看 总共分十五段 十五段 第一段主要是结成前真身观 因为见无量受佛的真身 已经了了分门 已见完了 已经结束了 等于说你观成了 那身后菩萨观就是现在继续 接下来就要观观世音菩萨 那第二段呢 第二段比较长 第二段 他说 这是 总标身相 整个观世音菩萨的身相 是什么样 分六大段 应该说分六小段 第一个 身量大小 就是八十亿身长 高 八十万亿 那由他有许 那身色呢 第二段 与佛不同 因为他身是紫金色 不是颜富坦金色 那第三段呢 肉记跟佛的逻辑不同 因为他说 顶有肉记 就只有这样而已 没有进入描述 那佛是那个逻辑 我们待会再描述他 差别在哪里 那第四段 圆光大小 就是那脖子 脖子后面 后面 应该是整个 只是画图 我们就都会画在背面 头的那个地方 后面 那 像有圆光 各百千尤寻 就是他大小就是百千尤寻 那画佛四则有多少呢 依画佛有五百 画菩萨无量诸天等等 以为四则 那第六段就是 身光普现五道众生 就是身光中五道众生 一切摄像都在中线 我们就把这几个再补充做一些解释 身量大小 那我们就要的 那一段是 你只要的 一段 一段 上昔的 一段 一段 那一段 十二 谁 繪在一起 繪在一起 繪在一起是不是 当时就这样了 其实不一定 传朝之后搞不好 配错了也不一定 这里就提出 这个不太容易看 这个是电子大藏经 电子在那里引出来 这大政杖里面有很多校对 这个就是不同版本 宋朝 元朝 明朝 还有一个留步本 这个不想拿个本 比较当时留通的版本 有几种版本 都在这个十 在这个地方 八十亿 所以他说 其他版本有加一个万 所以这么多版本里面 都写说八十万亿 我们现在这里 我们版本就算八十万亿 你看这里他有横河沙 对不对 但他说 其他这些版本 横河沙三个字是 简 就是没有 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看的版本 就是有万 没有横河沙 但是以前确实有版本是 没有万有横河沙 那这样到底佛比较高还是菩萨比较高 就会有一些讨论 所以以前像观君书庙中超 智礼大师他看了就说 以他看到的版本 确实觉得不合理 他说 这八十不对 应该是十八 可能当时写错 怎么样 十八万亿 你如果说八十那就比佛六十多了二十 所以一定知道他是错误的 因为他有横河沙也在里面 他看到的是这种版本 他就设了一个问说 释迦牟尼佛藏六尺一藏六尺 人生是八尺 所以合理坏语这个一尺比较像是二十来公分 二十来公分 二八十六嘛 所以平均一个人一百七八十公分是比较 比较像 比较接近 尤其他讲的是印度的话 印度也没有很特别高 就是跟我们蛮接近的 那今年佛生六十万亿菩萨十八 如果说这样是对 你说十八才对 那如果六十对十八 会不会觉得菩萨的身太小 那他讲解释说不会 不会太小 因为净土圣印身 就是他是非常圣印 很殊胜的这种身像 你不可以绘土列印来比例 来比喻这样 觉得说我们在娑婆世界 这个佛跟菩萨 菩萨也许矮一点点 但是好像没有差很远 那你看西方极乐世界 真的是这样吗 不一定 他有点是要讲这样说 希望世界有他殊胜之处 比如说其他经典也会提到 如妙音身量但四万两千尤询 佛生流六百八十万尤询 在这种情况下 六百八十万比四万差多少 差了很多倍 更多 差了更多 佛生之量去菩萨更多 所以这是从殊胜处去表述 所以对这个数量不要太 用我们的角度去说 不合理或什么 对于身色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身的颜色跟佛不一样 佛生传道基督提说 佛生色是颜伏谈经 那菩萨是止经 所以佛是比较圣 菩萨是比较烈 那传道基督讲说 诗乃显示因果未别 所以身色是有意 这是表示说这样很合理 佛比较殊胜 菩萨比较赤之 但是有时候 很多前前后经文 其实不见得一模一样 比如说前经文 释迦佛也有提到 身子金色 后面经文也提到 菩萨面如颜伏谈金色 或甚至于说上中品生 上品中生 这样的一个往生者 行者 我们身就做止磨金色 所以这种颜色 有时候你要硬这样去比较的话 有时候 可以说也许是传嘲错误吧 或是说各种因素 就是比较不容易讲得很绝对这样 所以不要太在意这个事情 只要说他 透过他这样的一个描述 我们观想出来觉得 他是非常殊胜 形象非常庄严 其实就达到他的目的 那圣经应激各有同意 有些一样有些不一样 非凡所测 不是我们凡夫所能 这个推测的出来 且推道理因果未别 故身色益 当然就道理来讲 因为已经比较差一点 正到果了之后 佛果 当然身色更殊胜 但是基本上就所证的真理跟佛 其实也没有差别 只是佛更圆满 所以就真理无意 就是面色 解释面色这样 所以为什么面色一样 身色不一样 如果要找一个理由解释 就是像这样 来说明也可以 也可以 接下来讲他的肉迹 肉迹 大犯天王 有法尼座师器 此云 此迹 为此犯王 顶有肉迹 事罗行故 一名罗迹 你看大犯天王也有这样的瑞相 法华之音 法华之音 这里有注解说 佛 针对佛来讲 他的法长一丈二尺五寸 如干流离 就青绿色的那种流离 婉转于顶皆成螺纹 故又未知螺迹 这个螺纹 那佛的肉迹即是螺迹 因为他会有现这种螺纹的这个像帽 菩萨的肉迹 结迹着观 他的表象一般画的就不一样 如果画观心菩萨一定是 把肉迹结完之后再戴上那个帽子 着那个观 那佛一般不会这样画 不会着观 除非是更后期那个密教的 密教的系统的佛才比较有代保观 而且戴很高 我们一般汉传佛教的这个 佛几乎都是不戴帽子的 那妙中超里面也提到说 身相基多先观何相呢 这里就说要先观肉迹 接着观天观 因为这两种能表示观音的得相 因为肉迹里面有一个立佛 一般就是画阿弥陀佛 肉迹降佛 就是肉迹是比佛的肉迹还差一等 就是没有那么殊胜 所以这要表现行音 因为他还在修行的过程 还没有到真正成佛 那观里面 宝观天观里面有一个画佛 这是表习成果 就是说过去已经成佛 其实我们对这种大菩萨往往都会这样的 经典也有这样记载 以前已经成佛 现在在视线为大菩萨这样 对 算是古佛再来 所以别相若显 取予通相 择益可明 因为那个立佛 天观还有立佛是观世音菩萨最特殊的 最特别的像 所以你观这个 其他也很容易观得出来 至于画佛 有五百画佛在那个光里面 现出来 如释迦摩尼 每一个佛都像释迦摩尼这样 如释迦摩尼藏六身裂 或比光中画佛身相 如今日释迦身相 非必同藏六 所以 不一定说一定要那么大 但是他身相是很像释迦摩尼佛的身相 那因为光中何现佛果 既然你在讲因为 为什么他的光还要现佛果呢 回答是说 大菩萨的这个画现的这个仪态 大体上都是这样 你说譬如像普贤菩萨 光中也有画佛 菩萨都是这一类的 就是大菩萨的光 往往都含有佛 此乃正真如味分贝佛果的功德故 因为他已经算到等绝 他的无名大概破的已经差不多了 剩最后一点点 所以已经正真如味到很高了 所以分不是完整的 就是说不是完全的 但是已经很多分了 那原辈具备了具备佛果的功德 分贝不是完完全全辈 但至少已经有很多了 那声光普现五道众生 袁兆律师他解释说 五道众生和修罗 就是 等于五道 通常讲五道就不含修罗 因为修罗在很多道都有 所以你可以单独出来变六道 那如果讲五道 就不谈修罗 故菩萨垂行五道 救苦众生 因为他要救苦众生 观世音菩萨有这个最大的表征 所以故于光中献其色相 曾观世音菩萨讲说 赤生光垂行五道者 同样都是这个意思 寝光阴云游戏于五道事也 等于菩萨 观世音菩萨就 这个 哪里有这个称他名号 他就会救度他们 良由菩萨性聚实戒 运同体碑 行事设法自然观感 故现光中 所以同体掰 就是跟佛类似的 五眼大指 同体大悲 在这个层次上 他可以 他的光里面就献十法界所有众生 乃至于佛都在这里献出来 往生理战记有提说 观音菩萨大慈悲 以得菩提舍 舍不证 他也得到这个正道菩提的 可以有这个资格的 但他不正入涅槃的境界 他还是要度众生 一切五道内一身中 在深光中显现 六时观察三轮印 等于六时通常就以印度他分一天六个时段这样 所以也是讲二十小时 没有一个时间间断的 一天二十小时都在观察 用三轮就是身口意都印众生 感印 众生是感 菩萨就是印 所以印献身光指金色 向好威夷转无极 横淑百亦光亡守 菩萨有缘归本国 他来接引众生 所以徐法大师的注解说 金于光中献者 金之五道非他 唯智心一生心照 福以大悲光照 不能离苦得乐也 其实等于是智他不二 这些也都是 由他珍如本性的一个不便随缘 宏战的观音辞令集也提说 五道众生 色相寄陷于菩萨光中 故一称名即印也 你既然陷在他身中 就在他旁边 所以你一称名 他当然就知道 马上知道 所以这样的描述 其实就是跟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 当前面讲相关 诸佛如来 是法界身 入众生心相中 这是同一个概念 所以他的声光也是 骗所有的五道众生 所以我们一称名 他马上感应到了 我们先休息15分钟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段 第三段这里提到说 证明天官之内画佛书役 很特别 很特殊 这是跟其他菩萨不一样的 就是顶上有 平能前摩尼堡 以为天罐 天罐中有立画佛 高二十五由寻 沙拉大师的这个 往生站里面就有这么一个记子 是说 寻生就苦刹那间 天光发佛高千里 念报慈恩 长顶带 等于是 这个画佛就是阿弥陀佛 那报这个慈恩 所以他一直顶带在头上面 那高千里 其实就照这二十五由寻 我们再回一下 一由寻就是四十华里 所以你四十乘二十五就是一千 所以画佛高千里 就是跟这个均文是搭配的 那天光内发佛 我们再看补充资料 家财的净土论有这样提 禅那绝多三丈 别以龙树的理 就是龙树占理阿弥陀佛文 他有十二理 每一理都会讲说自心闺蜜理西方阿弥陀佛等等 那后面有提到 观音顶带灌中柱 种种妙相宝庄也 能辅外道摩焦曼 故我顶礼阿弥陀佛 所以他顶带的那个就是阿弥陀佛 龙树里云 传统剧就说龙树这个理 里面提的就是阿弥陀佛 然后波州战里面 就上一页我们引的这个 天官画佛高千里这个 念报持恩长顶带 天台智者大师在解释这个立法佛的时候 就说是代果而行音 代果行音 所以有很多种角度可以解释 如果代果行音 那个佛就不是指阿弥陀佛 是指观音菩萨 他是古佛再来 所以是他自己 所以是不一样的意思 代果行音 这里自己大概就解释说 代果行音 者在观音三昧经有这么提 观音习以成佛 好正法明如来 有没有 正法明如来 好正法明 今为菩萨修净土行 等于他视现为菩萨修净土这个法门 思乃代习之果德 代当时正法明那个的果德 行今天 现在这个音行 净土行 所以鼎有化佛表代果也 所以这种解释也可以 另外灵芝戒度 他们解释都是取这个解释方法 另外景星 这是另外一位法师 他的解释说 这鼎代佛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观音既然赐补弥陀佛 故鼎代彼佛 以显赐补之威 所以他 他比较强调是要接任 所以前面的是阿弥陀佛 他要接任他的位置 所以鼎代他的在头上 另外一种解释说观音菩萨 有时候会献多头 或是很多面 十一面 或献多手 手指有 刀杖 等等 有没有 那么多只手 每个都拿不一样的东西 甚至有面献 称慧的这样的一个愤怒相 这是为了降伏 诸谋外道故 代化佛以表降伏之下 这也是一种解释 不过好像 我们汉传佛教 比较少这样的解释方法 那个佛不是为了 不是表示说要降伏什么 所以等于各有所取 但在密教的经典 他的意象是 就比较被强调 相辅这个外道 好 接下来 我们看说 他的面 面相 面色跟深色是不一样的 深色刚刚说紫金色 但是面 脸的颜色却是跟佛一样 颜伏坦金色 传道记就注解说 圣经应激各有同意 非凡所辞 这一点好像跟上面引用过 我只是重复再提一下 因为这里也讲同样的事情 所以 且推道理 因果未别故色身意 色身不一样 是因为一个要表因 一个要表果 但是就正的道理 正的真理跟佛是没有差别的 故面色同 所以正的真理没有差别 这个常一些经典会这么提 甚至连深吻圆绝 他正到空性 他也是一样 这空性跟佛空性是不是一样 一样 只是他的空性还 后面经典会讲说 他好像还不够圆满 就是他度塌的这一面 没有把它充分的开现出来 但就那个圆起性空 从那个信空的道理 其实基础点是一样的 面色讲完之后 再讲其他细节 第五段就讲到 每一件那个豪像 豪像 待会儿还有后面 种种光 这里就解释说有分五段 他整个来讲是豪光的转变 就摆好的光 这整个都从百好光开始讲出来了 那百好光片满十方 而且所变化出来这四则也很多 更比红莲之色 对不对 所以显然 我一开头经文也强调 我们经文现在是用背 就是手背的背 但是他用更比红莲之色 比耶 所以应该是他用的是屁 他的经文是看到屁才会这么解释 所以等于说 以上讲的种种光 画佛四则等等 都用红莲色来表现他的一个很殊胜的样貌 所以第一段在想 豪光 豪像做七宝色 那第二 豪光多少呢 有流出八万四千光明 画佛多少 依光明有无数 无量无数百千画佛 四则呢 依画佛由无量画菩萨以为四则 画四变现遍满十方 变现自在满十方界 辟如红莲花色 他这里没写 因为前面已经先讲了 所以他这里就没有再重复 更比红莲花色 这里就提说 版本的问题了 必如红莲花色 所以这里 这是大政杖的一个教堪 就是说 敦这个本 或是刘布本 他们就有用屁这个字 所以传宗记 这已经到宋朝了 等于是南宋这个时期的 所以他说 法冲啊 知礼啊 林知啊 这都是北宋时期的人 戒渡等等 他们都用臂膀的臂 手臂的臂 那金家就是上导大师 还有乃至靖寗 靖寗会员 都用屁 比较古时候那些 有这两家是比较用屁的 后来都用臂膀的臂 若依屁本 持取圣貌 很殊胜 那种很茂盛的样子 那如果屁 化世多 为化世者微微片空 如红莲色 赫赫满地 等于是是 如果你用屁就是在形容前面的 那若用臂 臂膀的臂 臨之云 官臂右衫 出臂膀的颜色 就是红莲花色 二 官为阴落 这下面的君文会提 官为阴落 因为通常 画菩萨的时候 身上 手 脚 都有挂阴落 所以阴落 还会变现出庄严式 所以 等于是描述 手臂 就有分之三个段落 颜色 光的装饰 还有 进一步还有庄严式 会显现出来 原造说 将 碧如红莲花色 有八十亿 微妙光明 已为阴落 其阴落中 普现一切诸佛事 这三句 何为 观菩萨 手臂 庄严下 所以原造 律师也认为 用这样解释 比较好 所以接下来君文就讲这个 有八十亿 微妙光明 已为阴落 其阴落中 普现一切诸庄严式 就是这一段是讲 身符光阴 身上 穿着 用光 来形成的阴落 非重宝座 所以这个阴落不是重宝 不是各种宝把它做出来的阴落 是光 光现出来的 光阴 好 再来要讲手 手掌座五百亿 杂莲花色等等 那这一整段就在讲说 手有慈悲之用 慈悲之用 因为可以接引众生 分六段 第一段是手掌座 杂莲之色 杂莲花色 通常在君文你看到这个杂 不要把它想成负面 就很杂 脏脏乱乱的 不是这个意思 杂应该就是很丰富的 不是很单调的颜色 是很丰富的颜色的这种 杂莲花色 然后 再来第二段 一一纸端有八万印纹 一一纸端有八万四千画 犹如印纹 等于那个指纹是非常殊胜 然后再来一一纹都有八万余色 八万余四千色 一色有八万余光 八万四千光 其光 其光体柔软等照一切 光体柔软普照一切 以宝光之手皆云有缘 所以其实讲的是一样 他只是换几个字 简单提一下 分了这六段 我们来看 指端 印纹 色光这些 表示菩萨十个指头 都有无量的得用 慈悲与拔 慈就是与乐 那悲是拔苦 把众生从痛苦中把他救出来 所以这个文字上就是 慈是愚 悲是拔 但这种慈悲与拔 就变成一个 有点像成语这样的效果 那这里就举涅槃经 前面不是 涅槃经有八个佛的视线状况 那这一个就稍微有 刚刚有解释 如来五个指头 对不对 献出五只狮子 那最像 看到五只狮子来 就吓了 吓到了 就降伏下来 像很多电视在 像动物兴旗 他在 看那种生态的一个影片 有时候都说 像这种大象 旁边如果有一只狮子 他是不怕的 就是他有些动物 因为他体型很大 但如果一群 他就 就怕了 因为那一群是会 有些作战技术会很高的 或是一群狗野狗 那个也是很 很厉害的 但如果单独一只 是力量很小 所以你看他陷五只 所以五只一陷 罪相就 就惨了 他还 几乎还描述 这罪相 师分 就说 甚至大号都出来了 描述得很 很 很入骨 有兴趣大家可以看他原文 也有其他经有提到说 有些菩萨子端 还会出这个乳汁 可以施诸恶鬼 还有子端 可以出甘露 可以治病 也有 像痴云灿主 痴云灿主 就曾经 在行菩萨三昧的时候 他有记载一件事情 就行菩萨三昧的时候 夢中见到观音垂首 只几口 结果他引出很多只虫出来 菩萨的子端真的出甘露 甘露 住口中扶植 身心感到清凉 所以至此素疾顿欲 因为他是梦中 所以表示他平常应该有一些素疾很严重 一直不晓 可能也看一生看不好吧 就已经很困扰很久 做了这个梦竟然好了 也有这样的现象 这是真实的一个记录 所以表示菩萨的食指 有无量的得用 《怀远经》这里引 如来石神像海品里面一段说 向如来的右手指 也是在描述的手指 有大人像 名献诸 结岔海 玄云 水月 雁长 摩尼亡 一切 饱花以为庄严 放大光明 充满法界 其中横出 唯妙 阴生 满石方界 所以他的手指 竟然有这种像 这么特别 现很多光明 还有出声音 手指可以出声音 还有如来的 左手指 也有大人像 名安住一切宝云 以地青金刚宝 而为庄严 放牟尼亡 众宝光明 充满法界 其中也会普现 一切诸佛 及诸菩萨 所以他们的手指 如来 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后面还有一个所谓 接吟有言 经文最后 正观季就提说 接众生择 所谓有言就是众生 接吟众生 有言就指众生 大悲经也提到说 手有提拔之力 言有造明之用 所以表示菩萨的神通跟智慧 任运交感 所以提拔造明 言造明 你可以直接跟智慧来搭配 你看得清清楚楚 提拔就是力量的表现 是一种慈悲 所谓慈悲就是你真的把他救出来了 智慧只是看清楚 他需要什么帮忙 但是你真的把他拉拔起来 才算救他 才算娱乐 娱乐拔苦 所以那是像神通 神通 所以智慧跟慈悲是要搭配 搭配的恰到好处 保光光 光体柔软等照等等 就是显示 菩萨智慧光明中 有平等的大悲心 所以令终生得 无畏欢喜利益 善能降伏 刚强然化者 安置菩萨道中 乃至往生极乐 就是因为他能够充分的运用 智慧与慈悲 这两个交相运用 就可以获得很好的效果 那手讲完了 我们接下来要提说 他的脚 举足的时候 这里是整个就是有足有得用 刚刚是手的得用 现在是脚 足 足下有千斧轮向 自然化成五百亿的光明台 所以这是脚提起来的时候 那下足 假如踩下去 就马上有金刚魔女花 布山一切 莫不弥满 也就是说他 这样的描述看起来 他一踩 他不是直接踩到地上 快要踩到地上 马上下面有花铺在上面 他踩在花上面 意象上是这样的 这里引《怀远君书》 说举足下足海印花灰 朱有威夷 无非佛事 等于诸佛大菩萨 他任何脚抬起来脚踩下去 都是海印花灰 海印就是所谓 因为既然在《怀远经》的这个里面解释 就是海印三昧 诸佛如来震得这种海印三昧 就是整个所有的这个 司法界总统的现象 在同时朗现出来 这样 因为他清净法身 所以现在还印出所有的影像一样 这样 所以他任何举足下足 都是所有的都可以发出这个花灰 就是等于清清楚楚 整个所有的现象都清清楚楚 诸佑威夷 无非佛事 他认了一个都有一些表法 所以举足下足无非道场随心转故 所以他都是为了度化众生 菩萨若印诸波罗蜜教化众生 诸佑所作举足下足 当之皆从道场来 注于佛法 也就是说他会举足就是开始要走路 下足要停在那里 那你也可以讲说就是一步这样 或者是说举足就是开始走走走 下足就是停下来 这样也可以 所以举足他就解释当之从道场来 就他要来度化众生 所以他举足来了 然后注于佛法就是停下来就是讲 要讲佛法给众生听 要开导大家 所以整体这一段是阮固阳老师他做一个摘要 这样来表述 就是说你看菩萨举足 举足一看他脚底下不是只有千佛轮像吗 而且又现出光明台 这是表从体起用 从脚就展现出这些样貌这些殊胜状况 那转法轮 说法度纵 诸会化成光明台 言显可观 这些光明台都是引导众生 说这是一种在这里说法表法 那一下足就有金刚模拟花 表示安住在道场 能够成就众生剥弱志 开夫唯妙圆满的德相 你一下足就是要度化众生 那这个金刚模拟花都片满 布满 弥满 整个片不实放 无不成就 所以他度化的是非常广 通常在比较南传的或是阿含经这些 通常佛讲法的对象都很少 就是比较朴素 就是说都讲对谁对谁 顶多讲到1250比丘 这个已经算很大了 但是我们大圣的经典很多都是 动辄几万菩萨等等 所以你看如果几万菩萨在灵俊山上挤得下 那个已经不能用现在的角度来想他 他有些是有点像说在不同层次的 你也未必看得到他 但是真的很多人都在听释迦摩内佛说法 所以他可以包括像观世音菩萨也是一样 他一下就是遍满 所以表示非常多人都跟他有关 只是我们感受不到 我们除了是非常紧迫的状况 很诚心的念观世音菩萨 他才会感应到 但就佛菩萨本身 他有这样的一个功德像 那其余身相呢 众好聚足跟佛没有差别 所以七余身相在上导大师说 只同于佛 就是跟佛一样 那除了这个顶上肉脊跟五箭顶下 不及世尊 就是表示说师徒的 师跟徒是不一样 位置不一样 位置是有差别 所以果愿未圆 至时二相有亏 二相就指肉脊跟五箭顶下 这两种相 肉脊相及五箭顶下 有亏就是稍微不那么圆满 对不对 十五月圆嘛 那十四就是表示亏一点点 不是没有 是有 只是比较不那么圆满 叫做有亏 表居不足之地也 所以我们这里来看 所谓二相有亏 正观纪就是说 肉脊是相 无箭顶是好 所以如果就以前也有这样的分法 肉脊很清楚 那这个是叫做相 相就比较大的特征嘛 那好 对不对 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 这随心好是随着相 里面的一些细节 你观的更细的话 所以肉脊算是相 无箭顶相算是好 这是他们 这个 以前在描述的时候 有这样的区别 那所谓二相有亏 是指略为亏 非云全无 故云不及 就是它是比较少一点 比较略差一点点 若而不可献于二相 余相亦可略于佛相 你既然说这两个有差一点点 那其他相很多 应该也都差一点点吧 他回答说 此二圣相师徒是差很多 遥别 遥遥分别 故特别把它标出来 故别标也 另外一个注解说 观音位居补处 就是一声补处 略标二相 以别因果 就是稍微标这两相 稍微有这个说 它只是补处 所以有略差一点 明媚虽亦可略佛 虽云无异 就是说 他虽然说差一点点 但是也很接近了 所以特别讲无异 其他就无异了 就不用再分那么清楚 光是要用这两相来比一下 也知道谁是老师 谁是徒弟 其他不用再讲得那么多了 所以视为观 观世音菩萨的真实摄身像 所以你看 真实摄身像 所以这整个 这一个小句的总结 真实摄身像 你看前面的阿弥陀佛那里是 骗观一切摄身像 这是第86页里面有提 骗观一切摄身像 后面大师之菩萨会提到 摄身像 观摄身像 所以菩萨摄身像跟 义同佛的一切摄身像 就是真法身 这有点做这样的连结 就是说 以前用所谓真法身这个名词 所以在 因为有这个真又有这个法 有时候会搞混 所以在上导大师 对佛那一部分 他才把它解为是真身就好 不要把法这个字写进来 那如果我们真的看经文 确实每一个地方都写摄身像 他观的是摄身像 因为我们确实用观想 有视觉的一个影像 用这个角度来看的 所以智里大师的庙中超有提到说 我们修行人 关于这个 宝观 天观 法际 百好 面 身 乃至他颜色跟放的光明 一一须用心 一一须用心做跟心事 偶尾能观 因为你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用这个前面讲那个道理 用这样的角度来观 所以这个说 有说在这个向前有沒有 就是前面那一观 向观最前面就讲这一段 放在说在向前 那真正用就用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要用到了 因为你观 天观 或者是法际啊等等 你就用心做出这个观 不是真的用眼睛 这所有观想都是你闭目你要很清楚 所以他真正出了那个影像 透过第六意识在运作 既云做佛是佛 所以说 岂不能做观音是观音 所以做计做观 做计是观 做计做观 世计是观 都可以用同样的道理来贯穿起来 那专业的观 显乎圣相 以此妙观为见佛本 炯出余音 至彼徒时肃政法人 等于是以这样的妙观 你就可以见到佛火道同的这个本 可以炯出余音 所以只要能够往生待进土的话 你就可以肃政武生法人 佛告阿难第十二段就提到若欲观 观世音菩萨就要做这样的观 当作师观 所以这一段就在重结前文 就是若欲 若欲观这个 前面已经讲完了 所以等于做一个总结 那生其后义 这里没有讲什么义 对不对 所以生其后义是讲下一段 那做师观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呢 不遇诸祸 禁除业障 除无数劫生死之罪 我们刚刚讲 不遇诸祸就现在 现在你不会有什么不好事发生 而且你可以把自己的业障除掉之后 除无数劫生死之罪 所以你未来的果报是更好的 所以现在跟未来 这个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 我们只要听到他名字就可以获无量福 何况我们观想他更殊胜 所以这里是名 劝观的利益 利益就是这些 不遇诸祸 禁除业障 所以袁造律师这里的注解说 不遇诸祸就是除陷难 现在的灾难你把它除掉 除无数劫罪就是破网业 破过去的这些业障 已经造成了 文明祸福如瀑门瓶广说 对我们大家是因为 法华经这个观世音菩萨瀑门瓶流传很广 我相信很多人都或许有在持诵这个经 传言菩萨这里提说 上段所名的灾罪跟生善此名两意 他是把这个 不遇诸祸 禁除业障 除无数罪当为灾罪意 灾罪意 祸无量福当为生善意 所以这样也可以叫做两意 祸现当明两意 就现在跟未来 当是指未来 当来未来 现在跟未来 无量福是讲在后面 以后 未不遇诸祸进除业障 是现在现意 除无量罪或无量福 视为未来 当来的这个利益 或者说无量福也可以通现在跟未来 所以其实解释是很多种 因为上脑大师就写了一个 始占两意 那就变成说那两意是什么 两种好处是什么 所以经文看起来是有不同分段方法 反正就是说对现在对未来都有好处 或者说现在的业障的这个不遇诸祸 那以前的造成的也减轻了 这是从现在跟过去来讲 刚刚讲说有的是从现在跟未来来讲 或者说减掉罪跟获得福 这两种也可以 反正都可以解释为两种 那这个除罪 就是说不遇诸祸 特别在这个像观世音 法华经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平 就有提到 你只要一心称念 这个观世音的名号 就可以免除七种难 离三毒应二求 所以七难就是 大火烧不到你 水也淹不死你 罗刹来也不会被他杀害 或者说国王把你抓去要砍头 也可以躲得过 鬼来了要抓你 或是有枷锁套在你身上 他会坏掉 或是碰到盗贼 你也可以免除这些难 不会被盗贼所害 所以只要你在这七种 这么紧急状况之下 你很专心的 很诚心的念 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这七难可以免除 离三毒 三毒就是指贪称痴 如果你心起了这个贪念 你如果有警觉到 你同时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你这个贪心就可以压伏下去 其实说观世音菩萨 你念阿弥陀佛也是同样的效果 只是我们现在在谈观世音菩萨 所以他这里经文普美明就提到 你只要念观世音菩萨 贪心就除掉了 就当下那个心锁就压下来 称心也一样 还有无明 这个 就是 有点愚痴 这个愚痴心 或不清楚的心 产生出来 你念观世菩萨 也是 看起来是有点开智慧的那种效果 还有应二求 求男或求女 要求生儿子求生女儿 你诚心的念观世音菩萨 也会满所愿 所以这是普恩平里面有提到这个 当然他也有提到 往后面他还提到说 有33应 就是如果众生是适合以佛的行貌来度他的 他就会化现那个佛的身 或是你是希望看有个比丘相的出家众来度你 他就化现这个种种 应该有33种 能言经其实讲得很像 能言经也有这个所谓耳根元通 观世音菩萨耳根元通章 他是修耳根元通 就是等于从 他说过去他有碰到这个 也叫观音了 也叫观世音菩萨来 他是跟观世音菩萨来 修这个法门 所以我们之前 刚刚不是讲说古佛再来 这种是指说 观世音以前已经成佛 叫正法名菩萨来 现在等于是在视线在这里当大菩萨 但是如果就能言经里面的 当他谈观世音讲他的过去状况的话 就说他过去是跟一个观世音菩萨这个如来 那是另外一尊佛教官是 所以跟他学这个耳根元通法门 他从文士修这样来 从听 听文 然后他所谓修就是所谓 我们最常听到一个名词就是 入流王所 像法古山那个观音殿 大殿 应该算观音殿不是大殿 观音殿里面 那个匾额有就是用入流王所 他有好几道匾额 有一道叫入流王所 最简单的解释法就是说 你声音 有声音传进来耳朵 你不要受外面的声音这样去干扰攀源 你听声音是要入我们的法性之流 不是攀源外界 入法性之流 王所就王掉这个外境 总之就是 你对声音是 不要因为声音就说 这哪里这什么什么 这样去攀源 就是反昏文字性 在《光复坐大吉祝》 它是有很多句 一层一层一层越高深 所以一般在禅宗的修法里面 是很侧重在这一个部分 观世音菩萨耳根源通章 因为它里面描述了很多是这种 进阶一层一层高的这样的一种描述法 对我们一般其实是 它解释有非常多种 是不太容易理解 因为我们修不到那个程度 基本上是透过对声音的反观制造 这样的一个修法 然后它可以修到说 它就是由耳根来修持 获得源通之后 解六解 六解很多解释方法 但是其中一种就是说 我们一般的众生 眼睛就只能看东西 耳朵听声音 清清楚楚 也不能讲清清楚楚 就是说有隔岸 你六根是没办法说 用眼睛来闻香味 没办法 六根是各有各的功能 对 那一旦你修到这个程度 耳根修到 不管你任何一根 你只要修到源通境界 是六根可以抚用 真的是眼睛可以听声音 那种 那什么境界我们不晓得 就是说在经文里面呈现出这个效果 所以你透过耳根沿通 尤其他因为当机中是阿难 所以阿难是听闻 记最多了 但他修持功夫还不够高 所以针对他的缺点就是说 你从耳根来切入是最好的 那你一旦耳根能够沿通的话 你这六根也同时都 这个隔岸局限都已经打开了 可以六根附用 而且正德三空 所谓空不空 空空 就你那空也要空掉 就是有也不要执着 空也不要执着 中道 类似这样有三个层次 所以正三空 或者说人空法空空空 用这样来描述也可以 因为三空就讲说人空法空 人我执法我执 那最后是两个都 都这个 去两边都不执着 这是一种 但也可以说是 如来仗有时候描述为空如来仗 不空如来仗 空不空如来仗 所以这几种名词都可以用 基本上就是三个层次的 这个境界 你都正道了 这样 那就已经到圆出驻的位置 就是 如果圆教 圆教出驻 那已经开始要破一分无名 开始往这个菩萨 真正的菩萨的位阶走 那这里三十二印 这个描述的方法 就跟普门品很接近 那普门品一般会把它描述为是三十三 三十三印 那但是在能眼睛里面是有三十二印 感觉上好像只差一 但是里面你如果细细比对 有些地方会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也有人去做这样一个工夫 把它比对比对做一些说明 但总之他的基本的想要表现的意义是一样 只要众生有需要 那他适合用什么方式度化他 他是献什么样的身 来跟他接触来帮助他 那印是比较从跟佛的角度 就是说像佛一样 他可以化现各种的印化身来度化众生 那十四无畏这个角度是比较从众生面 就是说众生 我因为这样的慈悲力量做出去之后 众生可以脱离他的苦 所以这个无畏是指众生可以得到无畏 这比较不像说我们在描述那个佛不是有实力 四无畏 十八不共法等等 他有讲四无畏 四无所畏 那个是指说佛的修行已经到很圆满了 他讲今说法度化众生是没有什么畏惧的 各种角度很圆满 是指佛 但这里十四无畏是讲菩萨他度化众生的能力 让众生各种状况都灾难都可以脱离出来 他就没害怕了 众生的角度 其实十四无畏就是跟这个 你可以讲成是差不多一样的 如果这里加起来七难加三毒加二求 十二 对不对 十二这是十四 那十四其实他第一个 表示还有加二 对不对 所以交在头跟尾 头其实就在讲这一句话 一心称名 就是如果众生听闻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的话 他很多苦恼都可以消除 其实这是一个总纲 就是跟观世音菩萨之间的关系 就是靠这个名号当沟通 所以众生一听到观世音的名号 他就可以等于把这些苦恼 心中苦恼都可以降低下来 这就占了一嘛 然后再来加七加三加二 剩一个一 就是最尾巴 他其实也是一种总结 就是说众生只要能持民 这个功德都很大 他如果跟那个 比如说有很多 法界有很多天子 那他们有行各种的一个善行 种种这样比起来 跟做了那么多各种善行 跟我们现在持观世音菩萨名号比起来 那我们现在持民还更大 更好 是在讲这个 所以你可以讲说 十四五位跟这个就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 只是略有不同是说 这里都只是在普门品 他几乎没有讲到菩萨自己怎么修 他主要都是应众生有求 他就让他免除这个灾难 但在能言经他就稍微加了一点 在每一个五位前面都叫说 他观世音菩萨自己怎么做 然后他才能表现出这样的一个应用出来 所以他有多了一点自修的那个 那个用功点在哪里 这是稍微有点不一样 还有四种不失忆的无作妙德 比如说第一个 他可以显现各种的像 他也可以 献一个头 两个头 三个头 牵手牵眼 他可以献各种像 这里都是不失忆的妙德 就菩萨至少有四种不同的 他都解释非常多 所以总之就在这里 要强调说 观世音菩萨他能够利益众生 他的悲心特别重 如果观音跟大四智菩萨来比 我们通常会强调观世音菩萨是 慈悲比较重 那这个大四智菩萨表法上就是智慧 所以他是放光 智慧光来帮众生解除疑惑 但是观世音菩萨比较测重在描述他怎么样 度众生救众生 那 玉观第十四段 玉观观世音菩萨先观顶上肉计 从上面一直天观赤地下来 所以这里上有答案是说 这是重显观理 因为前面讲完讲过了 这是重新重复来再显 简单提一下 就是劝悟请心 悟就是我们众生 劝众生能够请全心全力 来做这样的观想 使瞻两意 前面一直来讲两意 就是头尾串起来看 不管你是从现在跟未来 或现在跟过去 或是说除掉恶跟善 生服 各种恶来都可以解释 做事官者名为正官 若他官者名为邪官 正名变邪 变官的一个邪正相 这个是大概都一样 就只要你 你官的是跟经 所描述的内容 符合的 那就是邪 就是正 不符合就是邪 所以 整个来讲就是要展现说 官司音的怨 特别的这个 大 特别的深重 所以他可以引现十方 所以我们常会用 月 月线百川 千江有水千江月 这样的 像状来 来形容 来表现 官司音菩萨的一个 普现各方 那他保守 刚刚前面特别 表示那个 形容那个手指的一个像 保守停灰 停应该是把它解释为流 停留在那里 保守能够有这个光明展现出来 医子文 对不对 那有种种的像好 种种的光明 那随机就能够引接众生 往生西方 那上来 所以有十五句不同 广明 观音 观敬 那我们来看 观音怨众 这里举一个 碑华经 碑华经 这部经典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经典 他 把我们常见的几个 比较重要的这个大菩萨 包括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 都看他们之前的这个 有一世 刚好有这样一个关系 刚好都同样在一个父亲底下 他们都同样是太子 有几个是太子 其中一个就是不寻太子 这个在 他那个 有一个保障如来 就是当时候有个如来 有一个泛制 就是一个大臣 大臣对这个国王 就说 这个国王还有一千个儿子 一千个王子 所以都劝他们要去跟这个如来 学法 这样 求法 那 修了之后 这个国王 国王后来就 佛就授记他说 以后你会成为这个 无量寿佛 所以这个这是国王 那他的王子呢 第一大王子就是后来被授记 就是会成为一个观世音菩萨 老二变成大四字菩萨 老三是文书 普贤是在后面几个 普贤之后的那个王子是 会变成阿粗佛 那刚刚讲那个大臣对不对 大臣建立国王去跟如来学 那那个大臣 后来就是变成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所以他就发愿来 我们这个会土 度化众生 所以有的会描述说 这《碑法经》也有点强调 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一个殊胜 他发那种愿 愿意来这里度化众生 是很不容易的 那因为在观世音菩萨的 刚刚讲好几部经 对不对 包括那个 《蒲门品》啊 跟 《能源经》里面那个《尔根源通章》 他好像都没有很直接明白讲 当时他怎么发愿 那个过程没有讲 都已经是修完之后 然后展现这些 度化众生的这些状况 三十二应生 让大家有十四无畏 那只有这一段讲得比较清楚 《碑法经》所引的 就这个 这个第一大太子叫不寻太子 他那时候就跟这个佛学的时候就说 今我以大因生告诸众生 他就是很清楚的很大声的 对所有众生讲说 我之所有一切善根 他现在修了所有一切善根 都要尽回向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他所以现在都为了成佛 成就这个无上正等正觉 那愿我行菩萨道时 若有众生受诸苦恼恐怖等事 他可能会退出正法 堕大暗处 忧愁姑穷 无有救妇 无依无色 没有地方依靠 没有住的地方 他若能念我 称我明智 若其为我天而所闻 如果被我听到天然所见 四众生等 若不得免施苦恼者 我终不成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当时他就是发这样一种愿 就是未来 他成就之后 希望所有称他名号都可以获得救难 宝藏菩萨 宝藏如来 当时如来就是这个宝藏如来 乳观天人及三乐道一切众生 生大悲心 欲断众生诸苦恼者 苦恼故 欲断众生诸烦恼故 欲令众生助安乐故 善兰子 今当自如为观世音 自如就是给你这个名号名字 你以后就会被称为观世音 你就叫做观世音 所以表示当时的宝藏如来 就受祭这个不询太子为观世音 这是他的一个前面的一个因缘 所以我们现在这样也提了 几个跟观世音菩萨有关的经 大家能联想到 比较常看到还有什么经 跟观世音有关 有一个应该很容易想到就是心经 对不对 观自在菩萨行生波罗佛罗密多时 照见五音皆空 这是我们最常在念的 因为它也短短的 那观自在菩萨 观世音 其实一样的 早期大部分都是用观世音 观自在好像比较差不多是到唐朝 到玄奘大师的时候 就比较多用观自在 但后来有些还是用回观世音 所以我们一般比较 反而比较常听是观世音 观自在比较少 对不对 在经典上 我们熟悉的经典 所以 当我们一想到观世音菩萨 我觉得心经真的是很重要 因为它又短短的 所以我们可以 一而再再再再去读它 或是了解它 你可以看很多不同的法师 古德的注解 它有不同注解的取向 但是反正你多看一遍 不同的解释法 你就对它体认得更深一点 我相信它应该有 很多一个功效会存在 所以心经是最不可少 大家还会想到什么 大悲咒 大悲咒就是那个 牵手牵连 观世音菩萨的 什么广大圆满陀罗尼 这一类 简单 大悲心陀罗尼 一般就讲大悲心陀罗尼简化 简单来讲 或者说牵手牵连观音菩 所以大悲咒应该也是很多人有词 像法补山也是很长 尤其是它的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 几乎就一直放大悲咒的 再持续这样放 应该 要背它是可能的 因为很多人都会背 所以表示它并不是背不起来 但是能演奏是很难 能演奏实在太长了 但是出家中做早课 它就背得起来 所以表示做得到 只是我们下不了那个功夫 所以是不容易 但是大悲咒好像很多人背得起来 我也曾经背得起来过 但是你不常用的时候又会忘记 我们平常除了佛号就是 比较常用的就是往生咒 它比较短一点还比较好 大悲咒也算难度略高一点点 但是也是做得到 大悲咒 大家还会想到什么 耶稣大悲咒好像比较 风行在藏传佛教 他引用的经典是不太一样 但是一样他们也都是觉得很有功效 很有功效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 其实也很有关系就是 华彦钦 扇财53餐 扇财同时53餐 他应该在第27餐吧 大悲咒附近 他也是参访这个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当时 他扇财同时一直往南参 就是说有一个城 叫做什么 普达洛家 就是普陀山 普陀洛家山 普陀洛家山 就那个地方有一个观世音菩萨 那他在那个环境有水啊 有树啊等等 所以那个描述的景象 如果后来在画这个观音像的时候 就会表现出有竹林啊 有水旁边啊等等 所以很多异象其实是跟着这个 《华眼睛》的描述出来的 包括说我们讲普陀山 就是引用这个啦 就是引用 《华眼睛》里面有描述到这个 那刚好联想到那个地方 他不是有提到说 当时日本他有一个法师要回去 那从武台山那边拿了一尊观音像要回去 结果到那里回不去啊 一直船都不顺了 所以就不肯去观音嘛 就一直这样流传下来 后来就称为普陀山 本来这个整个名字叫做普陀洛茜山 普陀洛茜山 那你如果仔细看他地图 他就发觉说普陀山旁边 还有一个小岛叫做洛茜山 普陀山洛茜山分两边 所以有人描述说 如果到普陀山你不去洛茜山 就算没来过 这种形容只是常有啦 到一个地方好像都要把它看得很完整 所以这个也是常常会连结在一起 那还能想到什么 观世音菩萨的经典 有的是很传统的啦 传统像白衣大士或什么 或什么渝兰观音什么观音 就去到最 不是说最后 就到唐朝 一句到宋朝 元明 观音已经是类似这种33化身 他已经化身的各种非常多形貌不同的 都有人信奉 因为往往这样的一种观音像佛像的表现 如果说那个的事迹是发生在某个地方 那就会流传开来嘛 所以那个地方 就会比较以这个为主轴来信奉 每个地方都各有它的特殊性 所以你真的最后把它汇集起来就 这么多 比较近代最常看到就白衣观音 就是它已经不是 白衣观你看起来就已经不是代宝观有画佛 不是这样 有时候只是一个披一个披风这样而已 所以非常多种 尤其在这种艺术创作里面 最多就是画观音像 有时候甚至比佛像还多 而且把它画得非常的庄严俗胜 或是很意境缥缈 很让你一看就觉得 可以脱里凡界的那种感觉 倒是画大势志向的人不多 就是观音像几乎是 人家讲说这个 加加阿弥陀父乎观世音嘛 以前 包括说台湾的佛教 以前因为日据时代嘛 清朝然后日据时代 到才刚开始光复初期的话 台湾没有真正的说 像大陆这样的一种佛教的系统 所以大部分都带有一点日本的色彩 那如果比较偏向中国的部分 都已经演化成像灾教啊 就只是吃树 但是拜的只是观音 所以你很特别啊 你看台湾的那么多寺庙 早期的观音庙是占很大比例 那其他像马祖庙很多啊 那这两个有点融合 所以有时候马祖庙里面 马祖是祖尊 后面往往有观音殿 或是观音殿 旁边又有一个马祖 类似这样的融合 那反而那时候的 像如果我们把观音殿 当成是佛教的主軸的话 你反而看不到释迦牟尼佛 也不太有阿弥陀佛 所以其实在台湾的这个佛教 算是这几十年有很大的帆船 算是一个很大的重新复兴 所以你看光是这个佛罗教育经纪委这边 八中并红 所有课都开出来 你什么都可以学得到 所以这也是很不一样的地方 包括几个大的道场也是推展 几乎全方位的推展 只要你有什么机会学 愿意学 他就会开出这些法面来带领大家 所以几乎也很少说 即使这些这么多大的道场 他也不会说专修禅 专修净土 因为众生就有很多种取向 有的人很喜欢做禅修 有些人觉得这样不容易进入 念佛还是比较直截了当 比较能够这样设心 就是各有他的一个优缺点 也不是优缺点 就各有他的特点 适合我们的根性 所以观世音菩萨算是跟我们最有缘 所以像印光大师 他在印光文朝里面 当然他主要还是提倡大家来念阿弥陀佛 但是他还是蛮多地方会说 你有时候念观世音菩萨也很不错 但就我们学这个净土法门的下手处来讲 是看我们自己的音乐 如果说你本来就跟观世音菩萨 普通普通而已的话 其实你不用特别这样 你就是以阿弥陀佛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佛佛道童 他基本的这个核心是一样 所以你不会说你念观世音才会救你 念阿弥陀佛不会救你 不会这样 所以你只要选阿弥陀佛就可以 但如果你本来就 长久以来你跟观世音菩萨就 特别契合 你也不需要放掉 他也是有效的 所以这两边要有这样的融通 我们最后来看一张这个观世音的这个 这张图 就是日本当麻曼陀佛 他我们把它截图下来的这一个地方 他就画观世音菩萨 那韦提西夫人跟他世者在看 在观想 在地上 在这个宝地上 观世音菩萨是坐在这个 也是莲花座上 那你看他的座就 不是坐的说正式的盘腿 他就比较 比较休闲一点 比较如意一点 一只脚在这一只脚在踩在这里 你看他特别画这个 踩下去下面有花戳住它 这个在佛像没有这样表现 因为这部经典特别这样讲 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得到 他的脚 这个脚在这边 他地下是有花的 头上当然有一尊画佛在天观这边 他有圆光也有背光 圆圆 你看他特别画他的重点就是 他的圆光有画佛 这里有世尊画佛 经文有写画佛 但他只画世尊来代表而已 底下这个就是画六道众生 只有观世音才特别这样表现 这个女众比较像是在人天的 这个长相比较像人道的 一般的这个人的一个相貌 这个愤怒像就是比较像阿修罗吧 修罗 这个一只狗当然出生到 这个是什么 这相恶鬼 恶鬼 这个地狱 因为已经在煮汤了 下油锅煮这样 这个地狱 所以是六道 我们说 以前一直说这一幅图 就是依据 《观无量受佛经》 《试帖书来》的 但是 其实整个是没错 只是他在诠释经文的时候 未必 就经文有的写很细 他未必每个画得出来 这是一个 第二是 我们刚刚不是提到 经文有说五道 对不对 五道 那他偏偏把阿修罗尔分别画出来 所以他偏偏要画六道 表示当时的习惯 六道比较是通行的 所以他觉得 这个不画好像怪怪的 或者说不太对称 两边都三个好像比较对称 就不晓得画公的 是 的想法怎么样 不过他画成这样 所以从这个我们可以有这个表法说 特别重视这个 在观世音菩萨 他的慈悲心之下 对六道众生 他把他这样展现出来 就是观音 观音观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 大家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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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